只能用一句话来讲台湾健保问题一句话的话 这健保到底是保险还是社会福利吗 柯文哲市长辩回柯医师参加网络政论节目 再度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健保导致国内医疗崩坏问题怎解 柯P居然这么说 台湾的医疗不是以最有效率的状态存在 我们是以后利率最高的状态存在 这商业逻辑 对 商业逻辑 其实能不能改 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改 可是没人要去改 所以这个没办法打破 除非要出现有破例的政策 不为我当总统 柯P居然这样说 先前才说还没准备好当总统 这回开玩笑说只有自己来 让外界物理看花 不过对于现在的健保福利 柯P倒是有很多意见 就是说福利不要那么多 现在台北市 台北市好像六岁以下小孩子看病 那个急诊 看急诊不用钱 我们现在台北市联合医院 好像本来挂号是八十块 可是我们现在只要五十块 其他三十块是补助的 所以台北市民每次去 市医院医院看医院 市政府要补助三十块钱 这一年加起来四亿 至于医疗纠纷平传 柯P认为目前台湾 还无法做到医疗不责难 不责难医疗制度 它有两部分 一个是保险 一个是讲实话 医生不会讲实话 为什么 因为他讲实话就被杀了 他一定会在后面 在被告干什么的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原谅别人犯错 向来有话直说的柯P 这回网路问证 势必再度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 记者洪西玉里文科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